再來的話我們來看一下如何抓取 看到裡面的話 大家的欄位數我把它分成 分別股票名稱代號 股價漲跌一直最後到哪個欄位呢 最後到時間 所以總共的話 會有這些欄位 OK 那當然底下的資料呢 就是分別喔 不過比較麻煩可能會遇到問題 也許這個是 連在一起的 那你必須把它分開 那它好像是把它放在分開的兩個格子啦 至於背後的程式碼用哪一個方法啦 不過不管 其實它這個地方可以用table 它也可以不用table 那可是它怎麼構成的我們來看一下 一般習慣還是一樣 選取這個地方按右鍵檢查一下 反正呢 不管說將來 你要抓取的網頁呢 你還是要先做第一個動作分析 不過這也沒辦法啦 因為對各位來說應該按右鍵檢查 它會跳出右邊 這個區塊 不過我相信應該很多同學剛開始看到右邊這個東西 會有一點畏懼啦 因為 這個看到這些東西的話 頭就有點大 OK 不過你可能要慢慢習慣 如果你可以抓到要料 我講過就是說 你要看的主要是看到小魚後面那個名稱 小魚有沒有 小魚符號後面這個名稱 這個叫take a name 然後後面理論上都會有一個class 理論上 不過有些其實也是沒有啦 如果有的話 那你就可以 把這個後面的 名稱叫做class name 不就是抓take a name 不就是抓什麼呢 class name 不然的話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 裡面還有 可能喔 有些還有id的 那你也可以什麼 by id 你也可以抓那個id也OK啦 OK所以 這個地方 至少有三種方法 可以把網頁裡面的 相關資料抓取下來 裡面的資料就innertest OK喔 不過 怎麼去操作 再來的話呢 我們剛剛看到 那往上推 你會發現喔 它一定會有ul 那ul實際上喔 這個在wall的裡面有點像ul有點像那個 項目符號啦 有沒有我們選很多 資料的時候你可以把它改成 項目 項目符號喔 那項目符號的話呢 它整體的話就ul 所以喔 其實它 我們前面講的是table 可是現在的話它不是用table 那其實喔 我們可以改一下喔 我剛剛講的有點 需要更正一下就是 它這個ul的話 實際上是取代什麼 取代table啦 所以它是把table 剛剛是 我再重新再講一下 table 本來我們是抓table的名稱 它把它改為ul OK 那第二個的話 裡面的話li Li是喔 我剛剛看一下 應該是tr啦 OK喔 那最裡面的資料放哪裡 其實它是放在div啦 所以喔 理論上應該是 它把 table tr td有沒有 有沒有 分別改成什麼 ul li 跟div 那最後的話也可以構成類似一個表格 的一個狀態 OK 所以喔以後如果你要做網頁的話 假設啦 你不希望被人家 爬取資料的話 那其實你也可以學這一招 把你的網頁不要用table 做 資料的輸出 你用ul 取代table 用 用l 取代 tr 用div 取代 td ㄟ 也可以喔 把它輸出類似像雅虎股市一樣 所以其實 當然啦 其實現在的人才需求啦 不外乎就是我可以去爬取人家的資料 另外有一個需求就是 我要不要讓別人爬取資料 因為 我的資料我可以讓人家放放在那邊看啊 那如果說呢 像有些公司這樣 我資料給你看到沒關係 但是如果你要 全部的資料的話 你是要花錢購買的 OK其實很多公司是 走這樣的策略 我讓你看到 但問題喔 你沒有辦法抓取全部的資料 除非呢你要花錢來購買 所以他要避免說人家 抓取他的資料 所以他 用一點方法 不外乎就類似像這樣 他用 就是 你不方便的方式來抓取 不過倒也無所謂啦 我們大概知道規則之後的話 我們怎麼去抓取雅虎股市資料 OK第一個 我分析到的結果 那第一個的話呢 那雖然我如果知道UL的話 那我可以用 剛剛同樣的方法 如果我抓table的話 那第一步的話我要知道說這個 這個網頁裡面 到底有幾個table 一樣啦 這個網頁到底有幾個UL 我們可以 點UL 兩下 然後怎麼樣 Ctrl C 把這個Ctrl C 然後再Ctrl F 一樣啦 底下會出現一個尋找 的這個 尋找列 有沒有然後前面加一個小於符號 那你會看到 在這個網頁裡面 到底有幾個 UL 的 這個標籤 你會發現喔 總共的話呢 有八個 那我們要的資料在第幾個 所以一樣呢 你可以把它尋找一下 尋找 往下找 這個 找到了 有沒有 你會發現喔 你會發現喔 它的位置在哪裡呢 在這裡 第幾個呢 這邊會顯示出來 所以你可以看喔 往上往下 它會幫我選起來 就這一個區塊 這個區塊是我要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我們要的那個 UL的標籤喔 是在 目前找到的第七個 所以其實同樣的方法啦 剛剛是用table 刮符 我們是第18個用17 那同樣的方法啦 如果抓到7的話 7-1 就第六個 OK 獲得另外一個方法 因為它這邊有class 你也可以把它改成什麼 byclass name 也是一樣可以用class來抓 OK喔 所以第一步的話我知道 UL OK 所以我就把它寫在 寫在程式裡面 那寫的方法啦 不外乎你就可以把剛剛的程式貼過來 改一下 前面都一樣嘛 Clear 然後 就是 Create 這個都一樣 所以你會發現喔 前面幾行 這幾行都一樣 那只需要把那個網址變更 有沒有 原來是連到那個網站 現在的話呢 把它連到另外一個網站 就這個網站 你可以把這個Yahoo股市的這個網址 複製 貼到這邊來就可以了 我要抓這個網頁的資料喔 然後呢 他的 這個 GetElements by TakeName 我要抓的不是Table 本來是Table 我幫我把它改一下 改成什麼呢 改成用 這個UL OK喔 所以其實就是從上面 其實 從上面這邊的程式 複製 貼過來改都沒有問題 OK喔 那再來的話呢 我就抓到什麼 抓到剛剛講的那個UL那個區塊 OK喔 但是問題來了 這個區塊裡面喔 我們看一下 這整個這個這個區塊的資料 那下一步的話呢 再來就抓什麼 所以這個 這個 這個區塊 這個就是第八個 然後往上 第七個 那裡面的話呢 下一層就是LI 所以喔 你會發現這個LI 那LI 一直往下一列 等於是下一列啦 有沒有 你會發現LI有點像是一列 選這一個的話呢 它就會顯示出來 它這個LI是台尼的這一列 有沒有 有沒有 所以喔 LI你可以把它當成像TR一樣的標籤 其實作用差不多 OK 有點像就是一列啦 然後呢 下一列的話呢 下一個LI 所以你會發現 下一個LI在這裡 所以它這個是可以展開來的 LI有沒有 那 一個LI裡面呢 再展開 它放什麼呢 一個一個的DIV 有沒有 DIV 這個是第一個DIV 叫台尼 然後下一個DIV 下一個DIV 這個還是 這個 一個 下一個 所以它等於是一個DIV 裡面又一個DIV 一個框框 兩個框框 那這個底下的話呢 它有一個什麼 一個空白 再往下 那這一整個 你可以當然再去分析它啦 只是說我們要抓的資料在哪裡 你就要一個一個按照它的規 把它的規則找出來之後 再把我們要的資料取出來 OK 所以喔 第一步的話呢 我們就是 找到第六個UL 然後呢 把它裡面的LI 所以 等於是原來我們是用那個TR 其實把它改LI就可以了 把它裡面所有的LI都取出來 放在這個TRS 名稱我不 不變啦 當然理論上你可以把它換個名稱 也許叫LIS吧 這個沒有關係 然後再把它 因為它取回來的不只一列 是很多列 所以呢 再把它跑個回圈 一列一列的把它 抓取下來 那因為它的編號從零開始 所以我從 零開始一直抓 抓到它最下面一個 OK 那後面記得要-1啦 為什麼要-1 因為它的編號 從零開始 所以後面一定要 把它的總共有幾個 點lex 減1 OK 然後一個一個抓 然後呢 一個一個抓 抓什麼呢 裡面的 這個LI裡面的DIV 所以 一個一個的再把它裡面的DIV 在DIV裡面一定也不只一個 因為呢 一個這個什麼 一個LI裡面的話 很多很多的DIV 那我把它全部抓過來之後 再把它裡面的資料呢 一樣 把它取出來 OK 不過呢底下的話會遇到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就是哪一些DIV要取資料 哪一些不要取資料 那我這邊有做個判斷 OK 那有什麼樣的判斷 各位可以用觀察 比如說這裡面的話 你可以再看一下這裡面的 這個DIV啦 其實 這裡面的DIV 還有一些是我們要的 有些是我們不要的 那只是說我要怎麼樣 剛好把我要的部分取出來 這個就是一個 比較麻煩的問題 那你會發現 這個區塊 DIV 這第一個 好像不是我們要的 這個我也不要 這個好像也 因為它裡面前面好幾個DIV 都是 抓的不是我們要的 所以 一直往下找 找到哪一個才是我們要的 這個是我們要 再往上 這個 這個是空白 這個台泥有沒有 所以你會發現前面有幾個是不要的 那總共的話 我把它跑出來 我原來 這個地方我是沒有寫這一段 你們可以先看一下這個網頁好了 我們待會再來看 如何再去針對DIV部分做判斷 OK 試試看 好